嗨 大家 我是米塔 今天呢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場景 就是防疫的這一個月呢 我把家裡面的一個空房 想要把它改造成我的工作室 那我就會拍工作室的開箱影片 所以其他工作室的部分呢 我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就跟你們稍微看一下 目前呢就是我買了一個藤椅 然後有一個就是櫃子 那這個櫃子我想要買那個藤邊的那種收納箱 但是目前IKEA線上還有各家的門市都缺過 所以就先暫時就是先這樣空著 然後我就是想說搭了幾個景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牆的顏色 它是一個比較奶茶色的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景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櫃子 那再來是我買的椅子 所以我可以坐上椅子拍 然後背面擺一些布置的東西又會是一個景 那窗簾的部分可能又會是一個景之類的 反正我還在慢慢的弄 所以目前工作室不會這麼快的開 那今天呢就先來跟你們分享 我在防疫的這一個月 就是陸陸續續買了些什麼 其實如果包括我改造這個房間的花費 可能已經將近要三萬塊了 因為改造房間我就花了蠻多的錢 因為我還鋪了地板 那我為了省錢是自己鋪的 那反正其他的我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追蹤我的影片 記得追蹤我們訂閱起來 裡面要分享更多的生活穿搭 還有記憶動態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我現在手很空 所以我想要先從視頻開始分享 那首先第一個品牌呢 就是這台LIME IN GO的視頻 那他們家的視頻都是非常的平價 幾百塊 甚至是五百元以下就可以入手了 那我覺得他們的質感還蠻好的 首先是這個紙盒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這樣子抽屜式的包裝 如果不把這個紙盒留下來送上 我可能一些拍攝東西的一些小道具這樣子 就是可以廢物利用 我覺得這個紙盒質感很棒 第一個呢 是這一個 它是一個比較粗曠個性型的戒指 那我好像沒有這樣子的戒指 所以我就入手了這個 很好看耶 就是銀色呢其實是對我的皮膚來說是蠻襯膚色 就是會比較亮眼一點的一個顏色 那再來呢 是這個小珠比的手鏈 它是比較有一點粗曠型的 就是我覺得它是比較可愛的風格 想說可以跟我原本的這個手鏈呢 搭在一起 那因為我的手鏈是玫瑰金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金色的 就是讓它有一點層次不一樣的顏色 另外一個視頻呢 是這個MISO 它是一個我很喜歡的Youtuber Alina的品牌 那它們家的品牌呢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的超值 它們的價格大概也是在幾百塊錢 但是呢 它們的很多飾品 都是104K杜厚金的材質 那104K杜厚金的材質 就是會比較好保存飾品 就比較不容易有氧化的問題 那包裝樣是這樣很簡單 小微輕的感覺 然後又有這個麻布袋也可以收納 那它一樣都是飾品都有附贈這個收納的夾鏈袋 就是會比較好保存 給你們看我敲了哪些 第一個呢是這個字母 跟星星月亮的項鍊 這據說是它們家的就是熱賣品 帶給你看 它這個字母啊是可以挑選的 那我選的呢就是我的M Mita的M 非常的可愛 忽略一下我這個被蚊子咬的很嚴重的小地方 我第一次就是有這個字母的項鍊 然後再搭配星星月亮 我覺得超可愛的 這條我大推 好看 另外一條呢是這樣子 也是有點像小豬鼻設計的熟練 那它是整串的那一種設計 那一樣是 我的叫的熊貓來了 那就是這樣子 很可愛耶 我喜歡 超好看的 而且它的扣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很輕鬆的就戴上了 那另外呢我還買了兩條就是 有一點點像是歐美鏈的感覺 它就是純束鏈項鍊 那我是把它想說要來搭配我這個 原本的這一個 鑽石的這一個項鍊 因為呢就是想說可以有兩條層次的感覺 那細的這一條呢我想要跟它穿在一起 就是變成層次兩條鏈可以拉長拉短的那樣子 反正我都試了會在拍照片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最一開始就是有買了一些廣拍的衣服 那等我之後就是全身進啊 那一架來的時候我再拍算大家跟你們分享 那我先跟你們分享我買的居家服 因為最近真的太常待在家了 而且我本身就是一個很愛穿睡衣的人 但是太常待在家了我就覺得好像可以再多買個幾件 那我就買了這個超級可愛的熊寶寶睡衣 然後它是一個有點女兒黃 就是奶奶的一個顏色 穿起來就是還蠻可愛的 然後它的材質就是普通 綿持的算軟但是沒有到超級舒服 因為它超便宜的 我雖然是在瑕疵買的 可是它就是海外寄的就是淘寶啦 那我覺得這個價格我記得它才兩百多塊吧 這個價格這樣子感覺還OK 睡覺穿是舒服的不會掛皮膚 它是一個就是半巡的一個半型 那這樣子的居家我覺得還蠻方便 就是起床你也不用特別換個衣服 反正現在就宅在家嘛 所以就是穿的這個很方便很舒服 再來居家防疫呢 我還買了一個有一點荒謬的東西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在這裡都不會開火不會煮東西 但是呢因為居家防疫然後都不能外出吃東西 真的是外送啊或者是一些便當蠻有點痴迷的 有一天我就很想吃火鍋 我本來就是一個火鍋孔一年十幾 我都可以吃火鍋的那一種 超想吃火鍋的 然後又經過那個豬肚 106月式豬肚肌鍋 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這一家 然後經過它外帶又有打折 就想說真的好想吃好想吃 所以呢為了那個豬肚肌鍋 除了我們外帶了之外 又去買了電池爐 我覺得超荒謬的 我真的沒想到我會買這個東西耶 但是為了吃火鍋 所以我就買這個是大同的電池爐 然後反正就是電池爐嘛 沒有什麼疑問的 就是可以把火鍋煮熟加熱 那有了這個電池爐之後呢 就是希望就可以偶爾來料理一下 像那天我們有去Costco就是 才買就是家裡要吃的東西 然後就是買了他們的那個 義大利麵可以自己炒 但是都備好料的那種 我就也是用這個電池爐來加熱來炒 好 希望我就是因為疫情 也許會變成小黨家之類的 我不知道 再來下一樣的也是因為疫情 就是我因為疫情我已經快兩個月 沒有去找商店做指甲了 然後就覺得指甲真的好醜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是我原本就有的指甲油 是ACENCE的指甲油 然後它非常的容易乾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色號呢是14號嗎 不太確定 反正就是一個酒紅色 然後呢我就買了這個UNT的 它是Top Coal 然後也是會讓你的指甲比較快乾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就買了這兩個來搭配 所以現在就是自己擦指甲有一個狀態 超想做指甲的 一直覺得自己指甲就是很醜 再來下一樣呢是這個 奶茶色的雨傘 那這是我買的第二支 一模一樣的 是在淘寶上購入的 那因為前一次被我用壞了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可愛 我就再買了一支 它的體積非常的輕巧 就是我一個手掌大小而已 然後重量也很輕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頭 是做一個圓扶形的 我覺得很可愛 再來下兩樣呢 比較像是捕獲的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HH的私密植萃抗菌潔淨露 那這就是我一直都有在用的一個私密醋的清潔露 然後下面我就買了這個柑橘的口味 它會稍微有一點點的涼感 那涼感是很輕微的那種 也不會就是過涼浪 感到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很涼涼的話 這個就是還好 可能私密處也不太適合太刺激 所以它就是微涼微涼 那我自己覺得沒有用這個 又有一個洗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都是固定會使用這個清潔露 再來呢就是我超愛用的這個護髮 那這個護髮就是什麼 倫敦英國品牌的新生髮膜 然後Cathy跟Gina之前都有大力的會見 我也是從那個時候被銷到 然後就一直買這個大罐的 用了可能有三四罐左右 這可能是第四罐 就是非常的好用 就是髮質啊什麼的 像我燃燙啊還有漂髮 除了設計師就是把我的髮質 顧得很好之外呢 這個髮我也是有不小的功用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那最後一個呢也是我最近的捕獲 那大家也很常就是問我 戴什麼隱形眼鏡 我就好像沒有特別公開的跟大家說 那我都是戴這個安室優 就是嬌生的隱形眼鏡 那我都是戴乳袍 雖然乳袍比較貴 可是因為眼睛只有兩個 所以呢就是要好好愛惜 所以我就是用一隻烤粉的比較乾淨一點 雖然就是真的有時候 戴我只是要拍片 像今天我沒有要出門 我通常是不會戴一隻眼鏡 可是為了拍片 我就戴了一隻眼鏡 就會有一點汗費 可是眼睛健康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都是戴不拋 那這個盒子呢 我會選這個九紅色 或是黃色、紫色 那不是今天的顏色喔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有一點點 棕色系的顏色 就是它的紫禁一定不大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 就比較像是變色片 然後跟讓眼神比較有深一點點的一個作用 它沒有就是很放大這樣 這也是我喜歡的地方 就是很自然 那我基本上有青絲 所以我戴眼睛眼鏡的 不是只有好看這樣子 好啦那以上就是 就是我在防疫這個月當中 所購買的東西 然後還有小小的曝光了一下 工作室的一小角 你看這櫃子現在都超空的 都還沒有補置 反正之後呢 會再跟大家開箱分享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那更多的節目 再送我深藏到美食分享 記得要追蹤我的YouTuber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